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遗兆胜多的经典战役 例如五王伐宙的牧野之战 齐末的巨鹿之战 三国时期的关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以及本文将叙述的前秦与东晋的肥水之战 在肥水之战中诞生了头鞭断柳 曹木皆兵 风声鹤唳等许多二熟能详的成语 更以八万对一百万的巨大兵力差距取得空间胜利 而成为人们最熟悉的经典战役之一 但因为人们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缺乏足够的关注 接触和了解肥水之战 大都来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直言片语 这使得对肥水之战的前因后果直至甚少 更不用说这场战役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文试图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肥水之战 并分析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如有错漏之处 还请扶正 战前背景 东征西逃 前情统一北方 西津灭亡后司马瑞在士族门阀的支持下 在江南建立东径 而北方则陷入五湖乱华的混乱局面 匈奴人 杰人 鲜卑人 先后登场 但要么被一族所灭 要么内斗而亡 始终没人能够统一北方 350年后照因燃米沙湖而分崩离析 依附于后照的第一族贵族福建技术观中 自立建国史称前景 福建之子福生即位后 因杀伐酷度于357年被福建杀死 福建即位之后重用王猛历经图治 修费值 断绝世 历神堤 克农厂 历学校 迅速恢复北方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 在国富兵强战无不克 秦国大志的局面下 福建开始着手统一北方 370年灭钱燕 371年灭仇池 376年灭钱梁代婆 382年派吕光通西域 仅用了十余年时间 福建就统一了整个北方 结束了自永家之乱以来 北方近百年的动乱 而在北方的统一过程中 福建同样也在积极向南扩张 以实现秦皇汉武统一中国的伟业 373年福建任命王统 毛荡为主帅 宫取东晋一州和梁州两地 占领长江和汉乡上游地区 次年又平定了属地的张扬犯乱 378年福建派皇子扶批 统兵十七万南下宫取 东晋荆州的门户襄阳 东晋襄阳首将朱旭贝府 打开了从南洋盆地 进入荆州的通道 同年福建又浅巨难 毛荡 彭超等 大兵七万分别攻下了东晋的蓬城 淮阴 直逼东晋江南大本营 一系列的胜利使福建产生清敌心理 认为东晋不日可灭 于是决定御驾轻忠 避其功于一役 382年10月 福建在长安召集群臣 提出自己的战略构想 五统成大业锤二十载 四方略定 为东南一羽 为兵王化 五美色天下不一 未尝不临时挫步 今预计天下兵以讨之 略计兵杖精足 可有九十七万 无将功身先起行 薄伐难易 与助精亦何如 虽然在先前与东晋的交手中 前期整体上处于上风 但在民心思尽的大环境下 仍然有不少理智之人 提出了反对意见 杨平公 芙蓉和左仆叶权益 就表示明确反对 权益说道 今尽道虽微 未闻丧德 君臣和睦 上下同心 细安 环冲 相表伟才 可谓尽有人焉 陈文失刻在和 今尽何以 未可吐也 作为宗室 亦是福建心腹的芙蓉 同样表示反对 岁镇在斗牛 五月之福 不可以伐一也 进主修明 朝臣又命 不可以伐二也 我树战 冰皮将卷 有淡敌之意 不可以伐三也 助言不可辙 侧之上也 愿陛下纳之 然而 即便芙蓉贵岛在地 痛哭劝谏 即便亦师亦夫的王猛 勿以尽为徒的一侧 都没能改变福建 南下恭敬的决定 此外 仙卑族慕容锤 和枪族响将 姚长等 更是唯恐天下不乱 吹捧福建 功高汤武 极力支持福建南下伐纪 意图在主上交金之时 见忠兴之夜 383年 福建不顾朝廷内外 接言不可 调集百万之巨的兵力 亲征伐纪 福建 亲率不足六十余万 其兵二十七万为主力 从长安出发 派福荣 领兵三十万为前军 先至盈口 派姚长 都益州军事 陵署 汉之兵 分两路顺江水 汉水南下 同为宫青州 浅游州 冀州之兵南下徐州 与福荣合击江淮 又浅梁州兵入关 引以为后军 仅从福建的军事部署上来看 同西进灭东吴一样 分东中西 三路合击江东 破一路 则胜举可定 而面对 陈诗百万的前情 东进 在江淮的正面战争上 仅有谢玄统领的八万北府兵可用 也难怪福建 有贼少异勤的轻敌之心 十月 芙蓉率领前军 攻破淮河重镇授养 原先被谢安派去支援授养的水兵 统帅胡兵 只能退守辖使 为阻挡东进军队反扑 芙蓉派魏将军梁成领兵五万 沿河驻守在洛建 阻挡谢玄 谢时大军 退守辖使的胡林 只有五千水兵 被芙蓉和梁成加在中间 进退不得 于是暗中送信给谢时 告知秦军势大 自己有粮草不足 恐生死而不能相见 巧合的是 这封信被秦军所获 福建认为应该乘胜追击 于是率领八千骑兵 脱离主力部队 奔赴授养与芙蓉会合 并派东进详将朱绪 前往进军大营 劝谢玄谢时投降 朱绪是什么人 前东进襄阳主将 在襄阳坚守一年之久 才成破而响 当朱绪见到谢玄谢时后 不仅没有劝向他们 还将秦军的战略部署全盘突出 劝进军趁秦军还没有全部集结 主动出击 在朱绪的建议之下 谢玄派广陵乡 刘劳之 领兵五千进攻 梁成助手的落件 以五千对五万 看似以卵机时 可哪想到刘劳之是一个猛人 硬是在以一敌十的情况下 大败秦军 主将梁成被杀 五万秦军 或被杀 或被俘 全军覆没 经历了落件大败 秦军锐气不再 为后来一败涂地 埋下隐患 落件之战后 进军水路并进 最后停在肥水东侧的八宫山下 与驻扎在西侧的秦军 隔阂对峙 回想起落件五万秦军 全军覆没 又看着眼前 布阵整齐 将士精锐的进军 福建没了先前的狂染 甚至觉得八宫山上 草木皆兵 因为秦军驻扎在肥水西侧 西悬派出使者 请秦军退后十里 让出空地 以便进军先渡过肥水 然后再与秦军决一死战 福建和富荣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谢悬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但决定相继救济 定下了半渡而鸡的策略 然而 二十多万秦军驻扎在肥水西侧 东西不相往 首尾不相顾 且秦军士族民族构成复杂 人心不齐 洛建大败后 又士气低落 在后退过程中 一下失去控制 阵型大乱 这个时候 谢悬 帅 进军清朝而出 迅速渡过肥水 冲杀过来 降将朱旭 在后军中高呼 秦兵败乙 秦兵败乙 一时间不清楚 发生什么情况的秦军 从战术后退 变成了一场大溃淘 眼看着军阵大乱 芙蓉骑马 至军营中 试图阻止 溃逃的秦军 却不慎落马 被进军趁乱斩杀 失去了前军统帅的秦军 再也无法组织起 有效的反击 一败涂地 不可收 总观肥水之战 便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而鱼我诈 也没有声势震天 战场厮杀 仅仅一句 请兵败乙 就变成了八万人 对二十多万人的单方面屠杀 但是 前秦在这次大战中 东中西 百万大军 肥水之战中 损失的不过是 芙蓉的三十万前军 和福坚 从相乘带来的八千骑兵 少有一战之力的前秦 为什么在肥水之战后 迅速瓦解 而获胜的东晋 不仅没能说复中原 反而因为这次获胜 而走向灭亡 在肥水之战中 朱旭是一个关键人物 正是朱旭的反水 直接导致了 前秦先败落箭 再败肥水 为什么一个 归附没几年的 东晋降将 能获得福坚的信任 这与福坚的民族政策 和用人观念 有很大关系 在五湖乱华时代 福坚是一个难得的 混六合为一家 是以敌为赤子的君主 富有民族共和情怀的福坚 不仅善待汉民 兴儒学 改汉制 对待其他少数民族 也非常仁慈 消灭前宴后 前鲜卑百姓于关中 重用前宴宗室 封慕容伟为新兴侯 以燕故臣慕容平为己事中 慕容德为张业太守 燕国平瑞为宣威将军 其余丰寿各有差 匈奴人刘卫辰 西梁人李衍 等更是反复叛进 福坚依然既往不咎 前宴叛将慕容锤 枪族贵族摇长更是受到重用 在前秦统一北方的过程中 成长为朝中大将 因此当朱旭这样的两将被俘后 也顺利被福坚吸纳 并唯以重用 而福坚对慕容锤摇长 朱旭等人的信任和重要 直接导致肥水之战的失败 和前秦的灭亡 肥水之战后 驻军皆溃 为慕容锤所将三万人毒权 出攻不出力的慕容锤 趁机带兵脱离前秦 聚集散落在北方的旧部 等于福坚的人意 迅速拉起一支二十多万的大军 自立为王 建立后宴 北地郡长力 慕容红 趁福坚还没回到长安 聚集内谦观中的鲜卑人 建立西宴 火源失火福坚收拾残军 率先进攻 窃取观中的慕容红 不料战败于魏北 一直跟随福坚的姚长 也在此时发难 脱离福坚自立为王 建立后勤 385年 在姚长和西宴的夹击下 福坚兵败被姚长已杀 福坚死后 拓跋归在牛川重建代国 并在后来自立为帝 改国号为位 及后来统一北方的北位 驻守西域的前秦将领吕光 在得知福坚死后 自己为王建立后两 鲜卑起伏式的西秦 低族杨式的仇耻等 也纷纷自立 而这一切距离那个一统中原 兵甲百万的前秦 仅仅不过三四年 在肥水之战中 以谢安谢玄谢时为首的 陈俊谢时获得极大声望 而东晋又有 王与马共天下的优良传统 晋孝武帝司马耀 担心谢时做大 而威胁皇权 于是利用乔国桓氏 和陈俊谢时的矛盾 排挤谢时在朝中势力 谢安作为东晋名士 有着淡泊名利的情节 不愿争权而主动退出 孝武帝胞弟 司马盗子 顺利掌握朝中大权 随着谢安的逝世 谢玄在北斧军中 也独目难知被调派为 会计内使 退出权力中心 下午第四后 东晋朝中形成了三股势力 掌控朝廷的司马盗子 掌控北斧军的 衍州刺史 外戚王公 掌控长江上游 西斧军的 荆州刺史环旋 而在肥水之战中 崛起的刘劳之 成为三方争夺对象 397年 掌握北斧军的王公率先发难 起兵清军策 虽然王公达到了清除异己的目的 但刘劳之因为在王公手下不受重用 而身怀恥恨 被司马盗子收买 当王公准备顾忌重施 再次起兵之时 刘劳之反戈一击 王公很快兵败被杀 刘劳之也顺利取代王公的位置 但刘劳之误人出声 即使身居高位 依然不能服众 环旋在王公兵败后 率荆州兵 冲到建康城下 要求朝廷诛杀盼上的刘劳之 最终在朝廷的维护之下 环旋才吸兵退回京州 但这次兵戒 也促使朝廷决心要诛杀环旋 402年 朝廷派刘劳之为征锡将军讨伐环旋 面对刘劳之的讨伐 环旋派刘劳之的舅舅 劝刘劳之放弃对朝廷的效忠 转投入环旋的回下 成功后共享江山 刘劳之一来害怕环旋的英明 二来担心自己的势大后不亡功的后尘 于是叛变加入环旋 环旋在刘劳之的倒阁下 迅速击败司马道子 并将刘劳之调离北辅军之位 夺了他的兵军 发现上当受骗的刘劳之决定反叛环旋 可当他把自己的计划和步将说时 再也无人支持 参军刘喜说道 誓之不可者莫大于反 将军往年反王衍州 近日反司马郎军 仅复反还功 一人三反何以自礼 重判清理之下 刘劳之自已而亡 刘劳之死后 刘劳渐渐掌控北辅军 并击败还选 拥护靖安帝 在江陵复位 由此掌控东晋军政大权 在其后的二十年里 刘劳平定数次内乱 争乔蜀 朝池 聂南彦 后井 收复洛阳 长安两都 并于420年 刘劳戴靖称帝 建立刘宋 东晋灭亡 在东晋十六国的乱世中 匪水之战成为改革 整个中国格局的 矿石之战 短暂统一的北方 在匪水之战后 代次分裂成 数个胡人政权 互相征伐 而在匪水之战中 击溃前秦的北辅军 却也终结了 东晋的百年国运 开启了170年的 南北朝历史 曾亡于前秦的戴国 在匪水之战后 得以复国 并最终以北魏的身份 统一北方 并在后继者的努力下 再次统一天下 结束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 近300年的乱世